不是這個同學 都來了register的朋友 我們今天會用廣東話來做的這個題目 岑二芬先生就是我們這兩年 的University Art Scheme 電影媒介的藝術師 他在這兩年之間會比較多來跟我們同學上課 雖然大家都會認識Dixon 但我可以不講遠回 只講到現在 很早就已經做演員 策劃 投資 發行 會產生電影 我記得很年輕的時候 已經開始做有視電視的時事評論 然後香港電台的頭條新聞也做過 有做很多嘉賓主持 詩儀 然後在80年代就創立了執行電影公司 然後我們那時候大家都很 如果讀電影的都會讀到 散國奇兵的電影 我記得有一些非主流的電影 好像《八兩金》 《最愛》 《七小福》 《神奇雙女俠》 繼續跳舞 沒有這些題材也會有 也融洪了很多導演 譬如我們上個星期會見到的 《二東星》導演 有張廉廷 羅啟銳 《金國亮》 《黃家衛》 《戰記憶》 《張國明》 《關錦鵬》等等的大導演 其實你都和他們的電影合作過 而且我們有另一個會講到《高共空家》 《王后碼頭》的時候 還看到你年輕時候補掉的照片 所以一直的政治抄議 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由八九天安湖事件的時候 可能我們自己了解香港的堂仔 都會知道常志山都會有 一直關心香港的事情 以及關心整個行業的事 所以做了很多香港電影發展局的工作 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工作 香港演藝人員協會的工作 有很多行業裏面的協會 其實都要一個統籌 陳志山都做了非常多年 幫行業組織起來 會面對很多事情 現在最近這幾年都有十年了 還是四年到現在大地 大地的電影公司 功德無量 在中國建了很多電影院 令到香港電影多了很多出爐 多了很多觀眾 尤其是廣東話的區域 然後我們今天想跟我們說多一點 整個大陸化的過程 大陸的市場 我們香港電影可以怎樣面對的問題 因為電影入中國 就會有這個審查制度 然後我們又 香港、中港兩地 就多了這個SIPA的制度 這些會對我們香港電影 有什麼好的壞影響 然後用不同電影的例子 來講給大家聽 我們現在香港電影 是怎樣面對這個問題 我將以下時間交給陳志文先生 多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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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概念 甚麼叫香港電影 甚麼叫合拍片 甚麼叫國產片 這是三個販圖 我認識三個概念給大家聽 香港電影 現在在大陸的角度來說 我現在聽了一個詞 如果是大陸化 現在就不知道是甚麼 Millianization This is quite interesting actually I quite like it Millianization Demagnitization Anyway 香港電影是甚麼 甚麼叫香港電影 甚麼叫合拍電影 甚麼叫國產片 這是三個概念 在市場的概念 香港電影 在大陸 你好 在大陸你要放影電影 就不像我們香港其他自由市場 首先你要搞清楚 在大陸你要放影電影 不是說我有一家法國公司 我又不找一部片 我進入來大陸 我都可以發行 例如我來香港 你看到一些韓國片 或者發國片 或者任何 你只要在市場上 你只要在市場上 你覺得這部片片很好看 你跟這部片相談好了 你拿那部電影來香港 你就可以化黃 你就可以跟戲院談談 你只要在市場上 這是香港的制度 在大陸就不是 大陸有一個進影證 進影證是甚麼來的 你是進口片 還是國產片 還是合拍片 這有三個不同的範疇 進口片呢 是在外國 在外面進口 所有美加 荷里活片 日本片 總之非在中國生產的 就叫進口片 而這件事 跟其他市場不同 它有一個配額 有一個culture system 每年限進的一部 進去國內大陸 它有的 荷里活生產的studio 大片 例如transformer 處理 以前就20部 現在增加到34部 這就是進口點 獨立的 美國以外的 歐洲其他地方 每年有50部 獨立的 進口片 這樣也很多 但是 你要搞清楚一個概念 不是任何人 都可以看到一部電影 然後進口去大陸 那不是一個自由市場 為甚麼 因為電影局 只訂了兩間公司 各營的 一間叫中營 一間叫華夏 是有權進口 電影的 那這兩間公司 是國企來的 國企業 其實呢 中國大陸 在對外國的進口片 是從來沒有按過一部電影的 而呢 為甚麼 我不進 我沒有按你 那我不進口這部電影 是甚麼原因 商業 是否覺得不合法 不是 那些會在美國賣 都不得了 其實有Richard Gier Richard Gier 是提昌 支持西藏獨立 他說當然不行 大哥 他說是Richard Gier 的問題 他說這部電影 不適合我們通過市場 那岑見分 再有錢也沒有用 我有多少戲也沒有用 因為我是沒有權進口這部電影的 OK 那你就明白了 所以呢 在進口片這個範疇裡面呢 有兩個關卡 一個關卡呢 就叫做quota 一個關卡呢 就是叫做壟斷式 壟斷式的進口單位 這兩樣東西呢 其實呢 講到八呢 就是一個政治審查 或者內容審查的機制 這不是岑見分的 會污言他 這也是他們自己也知道的 OK 因為當你進口一部電影的時候 其實呢 你都會想 其實他的進口不是真的進口 他不是真的跟你發行的 你自己買一部電影 我試過一部電影 我和小嘉10個月後的電影 可能有人看過 因為我很喜歡這部電影 那我就買了回來 那我就跟他談判 你說你喜歡進口 其實進口因為他膽認 是他進 跟我聯合發行的 我現在不知道他都不相信 他全部都是我 我賺也是我 我還要給他錢 他賺過高塔的 因為他壟斷了 我還有試話給大家聽 如果大家看他的出戲 他出戲裡面的小狗 就是一隻手白色的 所以叫做小白 那個檢查單突然說 你忘記他 我和小狗十個月後會 這個 十個月後 我和小狗不要 那我就不懂 弄狗這幾個字 第二 那些狗叫小白 叫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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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白 你不可以 你要 Pourquoi 那一段時間 故事大綱都要批准 我批文才可以拍 不是說我們這樣 我們喜歡這裡 我都可以拍部電影 在香港 不用 人家批准的 拍完之後 有沒有人發行 和我上戲院 你要求好 A UA 給你上 那你就上去 你都可以拍部電影 大家都知道我們香港有時不時有這樣的電影 但不可以 因為你要拍電影 你要有一個批文給你準備拍 那你要審批 你要拿到這個批文 這是《國產片》 但《國產片》沒有所謂 不用給日本看 《合拍片》是什麼呢 《合拍片》是一個新現象 其實就是中國的公司 和外面的公司 可以是大陸 可以是台灣 可以是香港 可以是美國 可以是歐洲 合作去拍一部戲 這叫《合拍片》 就不是進口的範疇 就是沒有限制的 不用每年幾部 但是怎樣 劇本 《合拍片》 《合拍片》也不用 因為整部戲拍完 它看 它是對不進的 《合拍片》也不用劇本 你給它一個故事 它批不批你 名字不能叫毛澤東與鄧小平 多數不批你了 不用看故事 拍片是怎樣給它看的 它要通過你的劇本 而是你才可以開拍的 還有很多限制的 例如你那個戲裡面 有沒有大陸的元素 是不是在國內拍 大陸拍 有幾多演員的比例是大陸的 你才可以成為一部合拍片 大家看到很多中國戲 很多香港的戲 其實都是合拍片 原因是因為它要避免進口 否則這個香港 是算進口片 香港片 例如舉例子的殭屍 我用它殭屍做例 因為它不是合拍片 它沒有申請合拍 因為它沒有合拍的element 可能它沒有在國內演員 可能它沒有國內的 content 可能它沒有內容無關 可能它要避免日本審查 是不是 那我就不申請合拍 我不申請合拍 我不需要給你去看 我拍完之後 你喜歡入就入 不入就不入 那以前的那些 有幾部都不可以 黑社會都不可以 有很多部它都不可以 免得申請 他來接公司 你不可以做 你申請合拍一定不行 為什麼呢 他不接受 他不讓你拍公司 為什麼呢 迷信 提出迷信 因為你要知道 中國仍然 現在意識形態上 是唯物主義的 是不信神 沒有神 沒有鬼 沒有宗教 全部都在馬克思主義 為物主義的基礎中 是無神的 如果大家讀過書 他記得 曾經說 宗教是人物的丫屁 所以 在不接受 這個 迷信的情況之下 你申請合拍 你的劇本都不會通過 在這些情況之下 所以大家就不會 無謂搞了 大家都知道 超俗喜劇 他不用身 他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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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用香港片 拍好了 用盡口的形式 擺錄 這裡我有解體 大家也知道 SIPA SIPA沒有這麼知道 SIPA有幾個階段 SIPA在電影的領域裡面 曾經有說 因為是SIPA 香港和中國緊密 經濟夥伴的關係 所以 比如 外國公司 在大陸 他不可以 在電影院 股權不可以控制 超過49% 所以華立 Warner 當然去大陸 喜劇院 他只能夠 擁有49%的股權 控股權 在大陸公司 OK 外國公司 不可以在中國 設立發行公司 外國公司 在大陸 不可以 有院線 這些都是大陸的限制 但是 Under SIPA 香港公司 最早可以擁有75%的股權 如果是喜劇院 可以擁有75% 即是可以有號股權 後來 100% 所以 我在國內 大陸 喜劇院 我是用香港公司 Under SIPA 我100% 擁有自己的喜劇 這是外國公司 不可以 這就是SIPA 後來 傳到台灣 台灣現在都可以 台灣的SIPA 都開始 是不是100%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研究台灣 SIPA內容 大家明白 香港片 Under SIPA 香港片 都是盡後片 但沒有counter的限制 即是說 香港片 是不在三十四部 我的五十部 裡面的限制 Under SIPA OK 但是 走了那個關卡 第二關卡 既然是沒有 進口 單位 這個走不了 仍然是要通過 這兩個國營企業 才能否讓香港片進入 所以 《榮多利》一號 他都來剪這部 很壞的戲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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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部 是很 怎麼說 很邊緣性的 題材 也很爆炸 他們很想入 中國大陸 那 他是 來找我 我看完 我覺得 你要剪這些 什麼什麼 之後就可以了 因為你的題材 都是講香港的樓價 希望他不覺得你很敏感 那你就可以照知道 但是你的殘忍度 或者你的描寫 他們是不行的 你要剪很多東西 所以他們都不進口 但即使我想進口 其實我又要找中營 或者是華夏 那他們其實是不來的 因為你不是男 那這個我想跟大家說 什麼叫做審查制度 什麼根據什麼來做審查 我不知道這裡的同學 熟不熟悉 熟不熟悉 一件事是194年的延安文藝助答會 裡面 你不知道我不會怪你 因為知道的人都好像我這麼老 裡面的內容 主要很簡單 毛澤東其實有一個說話 他說 文藝 因為政治服務 為什麼 這個說話 就是說 你這個文藝裡面 本身 是反映了政治內容的 例如我第一説 很抽象 可以提倡迷信 馬列思想 馬克思思想 是沒有神鬼 是違物 不是違心 所以你這個提倡迷信 這就是政治標準 某些電影 某些電影 譬如他觸碰到 他說 我舉一些 我舉例子 我忘記了 是一個笑片 是香港片 他想進去 然後不給過 其中一個 就是他裡面 是中韋學師說的 這個字 Parody 就是他呢 他是 隱喻了 用來玩的 就是 諷刺 諷刺 諷刺大規 用一個同比類型來諷刺 就是他重演了一場 好像叫做 好像是馮小光那部戲 他重演了一場 叫做大物襲擊 那些 就是 講一個 抗日戰爭 講一個 國共戰爭裡面 一個英雄的事 他裡面拿來 他們開玩笑 這個就是觸及到 一個性 人間戲 他就觸及到 他那個 政治的敏感度 於是 他就不 他就盡口 他沒有夾你 這部不適合 我很喜歡這部戲 我真的要罵 我擔心我自己親自出馬 都給你聽到 很難 如果那些戲局長 就拍摸 我股頭說 陳先生 就可以了 拍到 他不會告訴你 是什麼 他不會告訴你 他不需要告訴你 這個不是一個自由市場 從這個角度來說 因為 意識形態 你想想 所有整個電影 電影法 或者港電局 它是under一個部門 叫做中宣部 就是中央宣傳部 就是電影 以及所有媒體 文藝作品 在他們 政治思想的角度 仍然是宣傳的工具 所以最近 習近平說過 要去到真時尾 去到什麼 是否等了一種文藝 另外一種的風 大家都在猜中 會否等以後收緊了 大家都在猜中 色戒 大家知道嗎 這部戲 色戒就慘了 色戒本來 因為他裏面說張愛蓮 講這個 那個 那個感情 其實 他寫過一部戲 那時候裏面說的 就是一個人 他愛上了一個漢奸 他為了愛情 他可以 民族大義無阻 在政治角度來說 那部戲 如果不是你那部導演 你想也不用想 怎麼會讓你拍 因為李安太大的名氣 尤其是他 又是中國人 又是外部藏龍之後 某部長覺得 很想找李安拍一部戲 於是便找了李安 那阿安呢 就出了這部故事 那這個故事之後 那些人又會 老闆說 我拍了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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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之後 因為李安的名字太大 那個部長說 不要太閃 他就突然 下一個人給你 出來有某將軍 有些人 整個腦之隔 那些體型 都拍了 大家出去 那怎麼辦 你不成本的李安 的話 政治影響太大了 震動 國際新聞阿馬上 如果你按李安的戲 又 這樣便不行了 梁朝偉在拍一代宗師 又是 誰想要的 誰不幸運 那誰不幸運 那個人叫湯圍 因為 湯圍是個新人 是最可以 做些動作 而沒有引起震動 於是湯圍被搞了兩三年 這就是政治掛稅 來看電影 因為 你們 在我們香港和外面 對於政治那種自由創作 習慣了的人來講 他們不會明白這種思維邏輯 所以 我經常都會 一會你們可以隨手問 為什麼這部戲你過得 為什麼這部戲不過得 它不是用你的角度 它是用政治角度 什麼叫政治角度 很簡單 你不會看到大陸的戲 裡面有什麼 是講教師的 對這個例子 是講教師 你講師生戀 一定不行 我們講一千個不行 為什麼 政治上有什麼問題 教師團體很大勢 政治上 那些自我檢查到那裡 就說 嘩 你們有術風化 一句 就 不用 無謂 這樣就沒有了 為什麼要無端端給 一些團體說我有雙風化 你會明白 為什麼這些題材是完全不能碰的 我有個故事 很喜歡不得了 文革也是 講文化大革命 某些可以 某些不行 哪一件事可以 哪一件事不行 是永遠 每一個創作人 都打著劇本 鋁入去審查之前 都會研究一輪 最近有一個人 我不說誰 這個導演 故事很不得了 劇本很不得了 但他一開始來說 還要說1914年 1914年的中國軍閥時期 然後 那些反 守舊派怎樣對 宗教人士 有些迫害 噢不行 立即不行 立即不行 為什麼 你會想不到 1914的 你會否覺得 你是影射是我們現在 那你現在說 你是沒有鎮壓宗教 是嗎 你當然有 你才害怕 就是這樣 是不是 你說少數民族 又很敏感 又很敏感 你讚 或者是 你那個 少數民族的人 是好人 壞人也有問題 好人也有問題 你 你想做什麼 如果西藏又死了 你想提昌疆藏獨 不是 他只不過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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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一定要作人 判人可以是好人 那個故事裡面 為什麼不可以是漢人 做人裡面很少 他只不過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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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好人 做監製 做老闆 做老闆 現在很慘 已經去到一個項目 一去到半天 那不要碰 你不要搞 你不要搞 你乾脆就不要搞 那我根本也不知道 都不好 小數民族最好是什麼 那就隨便 做壞人 香港人也沒有問題 我不是說笑 如果大家知道電影的東西 我在國內的生意很大 我有很多間戲院 我發出他 我喜歡做港影院 就是這樣 但你真的會 在每一個創作範圖裡面 你要對他領 為何聽風聞得 你會說香港 最好笑的是 是加的 拍完後 有二月的時候 那就加一個ICAC調查 他們可以笨到說 ICAC裡面都有 不知ICAC同意你們用它 當然不需要 他不知道我們不用ICAC 同意 進入ICAC 是真的 他以為你這樣裡面有 有ICAC官員 有ICAC掛牌 即是ICAC同意 你還要有名證 ICAC公關部 即是ICAC批准來拍 我使用它批准嗎 不是 在國內你真的要 他將這件事 這件事 你看看 這件事 這就是 警察制度的問題 OK 所以你再問我哪部電影 最近有一部電影 又有 這部電影 大家都未見到 是我也有看到 叫做《初記》 是阿薩、林大華做的 其實他是講香港的初記 但他裡面 其實我沒有辦法背景 因為在圖導演 他們給我看 就是 我想看看你覺得怎樣 我好看 非常好 我不會覺得大陸說 我已經不該 因為你講香港 你完全講香港 沒有問題 他的名字可能有問題 對 現在真的有問題 他叫做什麼 你裡面沒有一個 你沒有那些 Sex的 你要剪一點 你沒有 那麼多 你不用想 你拍神經 要大陸嚇 那些就 你不要想 你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檢查制度 影響香港電影 所以香港電影 可以拍一些 獨棋風的 例如放逐 都不行 因為你講 1997年以前 你那時候 很無名其妙 你這個警票 被香港上去年拍 為甚麼 是惡官來的 為甚麼 是 1997年以前 這樣就不關他的事 那些殖民地之下 不斷 不知所為 就可以了 不是現在 大哥 是嗎 所以有時 薄面其妙 你會見到這些 就是因為 他是有這個制度 他是用政治來審查 而這種政治 不是說 你打到梁振英 或者支持梁振英 或者什麼 那種 這麼窄 的政治 是很寬的 情況裏 那個政治 你都看的 好了 大家現在明白了 是 港產片 為甚麼 用香港片 不用合拍片 進攻大陸市場 因為 它不避免了 日本審查的過程 OK 拍完之後 剪 改配 都可以 過不過 現在 又沒有 補充 現在 是嗎 用這樣來避 這就是香港電影 在國內 現在的情況 大家會看到 很多香港的動演 都去拍 說 我們大家很愛的 李安華 給他例子 李安華 這個人 可不得了 他在拍《黃金時代》之前 有跟我談 李安華 我 很佩服他 那種 對藝術的堅持 反正 連老友 我跟你說 你拍這部電影 就叫做 蕭紅的故事 我說蕭紅 陳建勳 這些老鬼 沒有人知道是誰 蕭紅蕭君 這部洪涼鬼 我說 不過 是不是好看 劇本是不錯的 我說 但是你知道 你點這個題材 你就是 拍給國內觀眾為主 不是拍外面觀眾為主 他說 他不是徒姐 你不可以叫劉德華 做蕭紅的 大哥 不是那種東西 但 M 這部 真的是 國內 他的題材上 連他知道 驟上也不是 但 天水為日宇夜 又不是 那個是直接不理你的 那個是不理國內的市場 你也進不到 也進不到 連陶寺你不相信 初初如果不是在白林間 除了在陶寺 大家都是跟著的 你不會明白 我解釋給你聽 好嗎 對一些政治上保守的審批 陶寺是甚麼概念 陶寺是一個 其實他是一個工人 很忠心的工人 你在取消甚麼觀點 你在讚美一個主僕關係的觀點 政治上你是告訴我 你認同一些工人 是要這樣服務你 到哪裏都大 這樣是有東西的 是吧 為甚麼 因為國內在美人國家開放 現在有些幫助 工人或用人 可以殺死你 政治上非常行 他沒有這個 他沒有陶寺這個人物 他哪有啊 他不會明白 一個 所謂不嫁的 一個 那個年代的工人 是跟那個 他臭大的那個小孩 可以有一種 這樣超越了工人 因為他不會明白你說甚麼 他只要可以演繹成一種 你現在是一個 又不是slavery都接近的 這樣的一種關係 所以你將政治的東西 如果你將它所有的 凡政治化 你出現的就會有這些問題 這個就是香港電影人 和自由創作人 最難理解和最難克服的一個障礙 因為你不會知道這樣的 每天香港電影人都面對這個問題 創作人 而每天都在怎樣去struggle 怎樣去避免 這期和日本關係緊張些 你裡面最好就不會有個打日本仔的場面 或者是甚麼 那還不是握手嗎 可能是好一點 這樣 那你怎樣 這就是香港電影人 重現對的問題 如果你是文藝工作者 如果你是寫書 我有個好朋友叫陳冠宗 寫一本書叫成世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他幾年前寫 他還寫三年之後的中國 是怎樣的 他裡面一可 不知為何有人 不知為何 有一天的時間 我忘記了 他裡面消失了幾十個小時 他在街國學寫 那當然不行 這本書是十三國語言 十三國語言 樓章出版社 在大陸不得 因為他在文藝裡面 他仍然是用波國道政治國會把關 這就是整個中國大陸的電影走不得 在創作領域裡面面對的問題 所有的sensorship 一次過解釋給大家聽 所以你不用做過問了 都是原理一個基礎的政治化 不是簡單說 舊時馬來西亞或者台灣 你玩警察貪孤就不行 他已經不是那個層面了 更深一點的層面 這就是香港電影要所謂 但不大陸化面對的問題 所以很多導演 香港導演 香港電影在國內是很受歡迎的 因為他的節奏和講故事的方法 全部都不同 他很不足大膽的 彭去的 但是我們習慣了這些創作的人 去到大陸面對這樣的政治標準審查制度 他能夠怎樣做呢 他左避右避 所以就是什麼 隨刻 隨刻其實是一個很政治化的 因為他那些事情裡面 很多藝創作的人馬上打得通 他就說龍飛鴿 你搞我不行 你沒有我負 對嗎 東方特派的時候 講那個 其實根本就是奧特東來的 反權威風很強 他就避免這些 那些藝創作的人 陳洛珊你就不要太敏感 你不就 和你撞撈牙影 在國外都不太影 因為是馬 你們不知道這個背景 透明狀是根據一個清代裡面的一個案件 有一個巡撫姓馬 他真的出賣了他自己的朋友 他被人家報仇 要刺殺他 但是為什麼不行 他是回人家 他是回捉人家 這就是問題 他是少數民族 陳洛珊我拍了一天 我拍 我拍 中國是不可能 被人罵他睡了 就是 我拍他親愛的 現在香港也沒有做 那是講Kidnap 我Kidnap小朋友 但是完全不觸碰社會 他說他很想拍 他叫做《非情》 中文派又說很想拍 但那一陣子是說 中國吃的 Dr.Civaro一定死定 一定不讓你拍 但那些是很文藝的 李洛珊本來是很爆炸的 他就不是了 他就監製一下 薛天鋒和雲洪 香港就無所謂 所以這些大導演 或者這些很好的導演 其實在國內 大陸來說 他每年在《非情》中 香港導演佔了一個很大的比例 但是那些題材 因為你要遷就那個市場 所以避了很多他們想拍 那些不開心 有些人 他從中我講了一個罵 那你就不要拍 拍些你自己的M那些 M都要拍千言萬語 你拍天水來日與夜街 你沒有那邊 但你沒有辦法 如果你要入貨市場 你要他這樣 你就只能夠這樣 你只能夠跟著白銀石鑑 所以我不怕的 有的 我幾年前 做了一個機會的 你們可能看過 因為我再老了一些作品 你們不會見過 你抽中一些童話 你都未出生 雖然神偷他例子 雖然神偷我喜歡 雖然神偷我喜歡 但雖然神偷是完全和國內部關於 他有沒有利負 也有 有一場戲 在北京治病 你明白嗎 吐血 那些 見到一個人推過來 都抽出血 超和 超和 這個不行 這個時代是196幾年的 你是否在講文革 那個槍都要佔了他 誰知道我沒有 因為我講香港 香港六十年代最大的日子 都挨一挨 那你就不要再講了 所以香港創作人呢 你說在國內有什麼生存空間呢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你自己拍你自己的東西 然後你就用進口方式 看看有沒有機會進口 不是 那些碎製的那些很少 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都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 很多投資者不小的原因就是 不是很虧的 就是 大哥 你可以不給你上 可以不進口 那這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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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風險很大 你知不知道 不是 八片你也可以 可以保持上 你必須批審過的 所以是會有這樣的障礙 但是我跟創作人說 你不要跟我說 你可以拍日與夜的 你為什麼一定要看票房做人 你可以不要那個市場 當你真的很想拍一部戲的時候 而這個戲是市場不容許的話 你就不要拍二、三千萬、四、五千萬的投資 你要知道 電影與其他媒體不同的地方 電影是一個成本很高的創作品 它不是說你寫一篇文 你寫一篇文在網上散 就是你閣下四、三個小時寫一篇文 然後你就通過互聯網上去 看就看 那是什麼成本概念 是你的乘時間成本概念 但是拍一部電影不是的 多少燈光師 多少人在這裡 在這裡認住我 沈建芬又不知道收多少錢 這個又不知道收多少錢 你明白嗎 那個生產成本是很高的 原因是成本高的 因為這陣子還沒電影 你可以拍一些自己的東西 現在好些 現在創作 你這樣打開我 我怕你自己都可以拍的 但是你這樣上不到戲院 是不是 你上不到戲院 就算你不用西人 你也不用林志偉 好嗎 同學 你上不到戲院 你不已經有很多人看到你 你不像陳昊 那樣 大家好辛苦 一起一起 你哪一夜 就是去外國車 eli裏 我都弄了 我都不太離譜 說 都百分之萬 千萬 都就是製作 那人們是很大陸 現在沒有進到 我也要幫他 那不是那裏面 有什麼政治大的問題 而是不知你媽媽發了什麼事 然後是黃國什麼 黃國是哪裡 紅人又是什麼 都不知道 他有一個市創 我要跟大家解釋了一個角度 是一個創作媒體立面 相當成本高的產品 所以你入中國大陸市場 你用什麼錢拍呢 你說我不要中國大陸市場 你會不會收到回來呢 可能大家不知道 現在過去這二三十年來 香港電影的製造 由我那個年代 80年代 最輝煌了 百花齊放的年代 每年生產三百部電 去年生產六十部電 那你就明白了 是一路會這樣下跌的 香港從來香港電影 就算我們那個年代 那麽風波 都不是靠香港市場本身 那樣一般我們自己 我們有台灣 我們有海外 有很多華協的地方 有很多華協的地方 好不好 可以 現在不願意 跟中國大陸 所以大陸化 原因是一個經濟基礎 原因 是一個市場回收 原因 因為舊時候我們在台灣市場 我們拍一部電影 比如我們收入是一個X amount 我們50%是香港 其他50%可以在台灣、星馬太、印尼 所有華僑地方都要拿回來 台灣失守之後 沒有了這個支持 台灣從90年代中開始對香港變反感 開始不提供外面香港 因為它也開放了HPGO之後 很多外國片 有時台灣是保護主義的 外國的進口片是閒的 它不閒口 它閒你 原來只有六個香港片 只有六個香港片 它閒著保護你 日本片不給你油 原來一年可以油兩盆日本片 它有一個保護政策 韓國以前都有 但是全部都沒有了 TWO之後 於是它就被那些片工陷了 香港片就輸了 所以香港 香港電影大陸化 最主要的原因是經濟基礎的原因 是一個市場回收的原因 不是創作題材上的原因 不光是 其實和核白片在創作上是特別艱辛的 因為你要過那個停止關卡 其實很辛苦 很多事情你知道自己在創作上 你不拿走它都不行 你無謂浪費時間 你很好看也沒有用殭屍 你搞什麼 它不會推給你的 所以香港片大陸化 香港電影大陸化 香港電影大陸化 我不同意這個槍 我只會說 香港電影工作人員 往大陸市場走 香港電影大陸化 因為香港電影大陸化 我知道有些朋友說 在香港電影金像獎裏 看到很多提名的戲 其實是大陸片 即是所謂的合拍化 我現在想問一下 我不是香港電影金像獎 我曾經是平底主席 我不是 但我給大家知道 原來香港電影金像獎 它有標準 是香港的電影金像獎 即是說是香港人參與 那怎麼改名 我想請問你 黃金時代的導演叫許安華 那個攝影師 他當然是大陸化 他有十六個提名 大家看 今次的獎會也有 最佳攝影 最佳金像獎 他的標準是 你一定要主要的部分 超過六個也是香港人 導演一定是其中一個 有一個演藝 就已經是 因為 那不是你怎麼反映 好嗎 然後你說 那有什麼大陸拍 對不起 我看到這部電影在美國拍呢 是許安華 是黃家麗 那他是不是 兼職給合資格 是代為香港人的製作 香港人的製作 香港人的製作 所以香港電影大陸化 是沒有這回事的 因為香港電影 就不存在大陸化了 大陸化的 大陸化給都合拍片 對吧 本土化 本土化在這個名詞 大家都現在開始變得很流行 就是想找回香港電影的根 就是不要受國內市場的牽制 而在創作上可以做回香港電影的人 以往厲害的事情 如果在這個角度說 你不是合拍片 你就是香港電影 那他沒有所謂大陸化 我的命題是這樣的 對吧 反正在這裏我停下停下 因為我爽心這個概念 先講清楚給大家聽一下 然後跟著呢 我們再來第二部份 好嗎 OK 給我一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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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真是有青春片 但都是假思樂的那個時代 忘記了Rowin, Contest那個時代 唱歌唱歌唱舞的 其實我們還沒有 這可能是一個新的香港年輕一代導演 我們這裡有一個討論 就是可以叫他做SAR New Wave 跟以前那一代的整個Metallity都不一樣 又或者他們對香港現實的理解 很不一樣 而都不會很貴的電影 例如《打雷台》、《狂舞派》、《擊戰》 這些電影都有一些好像 雖然在香港拍的電影數量少了 但都見到一些新的努力 出來都是OK的 但可能他們就是不容易… 不知啦…不知啦 你可能分析一下他們在大陸那個… 或者你知道比較多 他們在大陸是不是都合作呢 你剛才說就是人間喜劇 華友藍、杜汶澤那一出就不入了 因為他玩紅小剛啦 但其他這些香港不大不小 可以說是中間電影 這些都拍得都好看的 香港人是很喜歡的 這些香港人很喜歡 但這些電影進入大陸的聚會是怎樣呢 因為有一個情況就是 現在大陸多了很多人看電影了 不像以前那樣 只有大城市有人看電影 可能好像… 可能首先都可以說一下 大地是主攻二、三次城市的電影院 都攝錄在二、三次城市 那些觀眾可能跟香港文化很不一樣 那天彤星導演也提過一個說法 就是大陸人很喜歡說一件叫接地氣的東西 即是你夠不夠Local 你夠不夠他們當地人那種feel 他們叫接地氣的東西 我們香港就叫做… 即是我們香港的另一個理解 就是有沒有香港文化的感覺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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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仔那樣 蜘蛛仔就是一個很喜歡香港地氣的東西 而我們香港拍的電影 就是想著香港人、香港文化、 有關的那些體材去拍的 就一定不是接大陸地氣的了 那…其實可能是否小個規模一些 其實譬如剛才那些很多電影院 是在南邊一些的 都還是多人說廣東話的地區的 那…是不是都還有空間呢 因為剛才電影如果你說 要很厲害的大陸市場去上英、票房都沒得說了 但如果要圍到本 有些錢賺 其實都不需要你全中國都很喜歡 都可以生存到的 那…其實這些電影的策略 是不是還有一些… 矯仔的空間可以去… 即是現在可不可以幫你分析一下 其實是怎樣呢 你提了很多的問題 我還沒提及過 我先講解 你講過這部電影打擂台 狂舞派 這些是非常香港特色的電影 Yes 全部死了 Future OK 立即回答你了 受不受 全部不受 那…都是廣東話嗎 不受 那… 大家的電影院拒絕他 他不是神秘分分片 所有自己都已經全部排 不看你的 為何… 那…就是講問 是啊 真的不行 因為狂舞派我是… 投資人 那個投資人呢 就是… 不想看著他戴的 家和出來的 我很支持他的 那些針 沒用的 我真的幫他 我們真的排的 那些人真的不看 我沒有排的 那…那…那是甚麼原因 他還沒去到那種… 你叫… 不應該這樣的人 其實客觀來說 他還沒去到 Word Sophistication 對比起 那你有沒有一些東西 他們會接受 他會… 因為狂舞派 你在廣東省都… 廣東省對香港的文化 其實不是不熟悉的 但他熟悉的是… TVB文化 Sorry 全廣東省廣州地區 全部都看得到TVB的 NATV的 如果他也算是的話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你狂舞派 那些不是一個TVB文化 你不是soap opera 你沒有那些東西的 所以他們是沒有碰到… 反過來的例子 有個叫甚麼… 甚麼歌啊 那部片是電視的 那是電視的 那個是甚麼… 甚麼…甚麼歌啊 Luffin' 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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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拍部戲的 好修改廣州 我問你了 所以不關香港的事 香港部分的普及文化 他接受的 是soap opera 那些soap opera的文化 他舔了汁 dap了糖 智慧哥的72級 我不知道是否智慧哥 智慧哥的dap 智慧哥過年他dap 他就說 這些分眾不是… 因為狂武派也好 大家知道 狂武… 他基本上不是一個… 是… 他那種文化的表面 在一個所謂counter 我又不認識 他那種味在香港 是有一種following 這種following的社會基礎 在大陸 尤其是廣東省內 廣東省 是未具備這種東西 所以他不是一種大眾電影 他是一種分眾 甚至乎是小眾電影 他就不受的 我沒有看電影 我兩樣都不看電影 我沒有看電影 我沒有看電影 電影也沒有看電影 在文化的角度 沒有問題 不是抗香港的 即是說 文化上 香港電影 我們要to be fair 他受到的待遇 不是印度或巴基斯坦片 香港受到的待遇 我沒有看電影 你明白我講甚麼 你不要告訴我 除了有些 idiot 你會很罪惡地 走進去看一個 boyhood 我沒有看電影 你不要告訴我 你會 because that will be like 是不是 因為有些文化 你不能碰到 你覺得你 不要搞的 以色列片 是另一部 那是甚麼 是不是 你沒有那個 認同在某些東西 那是太陌生了 那是對你 香港沒有這個問題 香港片在國內 在大陸 是沒有這個代議的 所以不要給別人的意思 是否他們對香港特色的東西 有抗拒 不是 他不是的 他是對那種 邊緣化的 多一些的文化 非TB 非他們看開 他們印象中的香港的東西 他就 覺得你是 UFO 其實是這樣的 雖然不會 但是 我剛才說 他初期 我覺得會 因為他是 appear to 他不是 他appear to 一個 大眾的 感覺 其實他在 大陸裡面 那個 現在我怕 怕就是 未必讓他過 現在都應該有些機會 其實我最怕 看的時候 我說 你們在說 大陸很多 很容易被他覺得 是的 我剛才說 不過 你們在說我們這麼普遍的現象 都是不好的 我怕 我說 沒有 因為他說了泰國 那部戲裡面 於是你又射開了 你說人家就沒事了 那個 大概 剛才我講 司徒教授 在香港電影 其實這部份 其實在香港來說 他也不是 你說另外一部 就不是 激戰 激戰那個不是 那是主流電影 這些是主流電影 他在極致在國內大陸裏面 我早知道他根本是合法編 他不是香港 他不是用香港進口編的方式 他是用這個大陸的 你那部戲是多麼的 我講你明白 大家知道他自明與春嬌 大家也知道 想不想把他叫春嬌與致明 大家也知道 兩部戲看過你就知道他分別 第一部是香港編 第二部是合法編 哪一部買得好 當然是第二部 第一部是我幫都幫不了的 因為你整班香港人 在地面煲煙 打邊爐都是鬼事 是不是 致明與春嬌 和春嬌與致明 不同給觀眾接受的程度 就反映了大陸 就是大陸化的 所謂 所謂 不 因為我不是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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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歧視 或者我不是敵視 就是中國 和中國有關的創作動機 不是的 但是如果你的創作動機是為了市場 而是將一個兩個人物 而強行扭曲它 我本身是不喜歡看的 因為我覺得創作不是這樣的 但是顯得明顯 那個創作動機是來自 咦 其實這兩個人物 但是你這樣扔回大陸 不行 不如我們又是這兩個人物 我們扭了他們的感 這個不是一個創作人 不是我樂於見到一個創作人做的事 就是這樣說 我有一部電影 三十年前 可能大家都不理會 你還未出世 但你可能聽過 叫《秋千之童話》 那部電影 那部電影 當然是贏了 《 Autumn Stale》 很多人 韓國來買 又來買個版權 想用這個 來做的 一部韓國的東西 或者電視劇 還問過我很多次 《秋千之童話》可以放在大陸 那你自己看 你自己投資 你不要找我 不准買我的名字 在任何地方 我告訴你們很窮嗎 沒有錯了題材嗎 怎可以呢 那樣東西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看好那部電影 不應該是這樣 有些是可以的 有些是不介意的 有些不是的 有些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因為那個創作基礎是 那年 你記得《秋千之童話》 不知道有人看過 你也知道 是在說紐約的一個小民民 和一個羅先生的愛情來的 是說兩個階級的愛情 那時候曾經說 要擺放在香港我都不給 我現在還要拘捕他去三公 不行 那會變得完全 在創作上的一個創作上的創作 是不能做的 所以我可能拒得遠了 但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想看看你們問一下問題 我經常說我不說 如果不說 那就是說 究竟香港電影 所謂的大陸發言 是什麼意思 希望大家和我聽完之後 有一個概念 我再一次說清楚 香港電影人 有他的節奏 有他的文化基礎 有他吸收到 那個長大的創作 很坦白說 我自己是看 是看歐洲電影 是看黑澤明導演 電影大的 OK Citizen King 我們是這樣 這樣 就是對我們來說 那個文化是 電影是 我們說的故事的方法 都不同了 我們沒有了這些自我的檢查 這些電影人 如果為了大陸化而拍電影 他要做某些調整 你自己想 你不願意選擇扭曲自己創作 你就不願意碰一些 他們無雙大法的題材 其實都很多東西要拍的 但要使用內容很強 例如拍一部Z的戲 就不行了 大風暴很多年前 Strawberry statement 你不用立刻 因為你不記得學生運動 Strawberry statement 是學生運動的東西 六十年代 你怎麼可以 提上去一系列的東西 是不行的 那你就不要拍那些 如果你要做大陸 因為你闖不過這個關係 Not for a while 可能不在我這世間 可以看到 我給他們 比如說我套到 你們有機會看到 所以 大陸化 不要搞錯 香港電影人 其實他放棄了某些 香港電影的元素 而拍一些合拍的 大陸化的電影 香港電影本身有沒有大陸化 是不會大陸化的 因為大陸化 我們叫我這樣 不是香港電影來的 那個就是合拍片 我請問你 你窮母互窮 那些人有沒有大陸化 沒有 沒有 那肥哥都沒有 那肥哥 那肥哥 有很多人跟我說 不是 不是啊 陳可新的 事物物 跟他出國合夥人 還說不是大陸化 我說當然不是大陸化 他不是重拍片 物而變 變了內容大陸化 不是變大陸化 那個是另一部電影 那個是合拍片 根本就是大陸市場 拍劇 什麼大陸化 那就是陳可新大陸化 你說陳可新大陸化 你說香港電影大陸化 你不說香港電影大陸化 是不是 兩樣東西來的 香港電影怎麼大陸化 香港電影大陸化 還沒有了香港電影這四個字 對不起各位 這個就是我不斷教我的學生 教我的導演 甚至跟我 現在很多導演 大導演 打掌和拿掌 都是我的學生 都是跟我出身 我都告訴他 你打給自己的東西 他說 如果你不要跟我投訴 很多東西 你有能力的 你今天這麼大 叫二東星啊 你會不會是會長來的 你也做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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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定峰雲 很香港電影的 蘇定峰雲 有嗎 沒有 忘了 是不是香港電影 這就是香港電影 為什麼呢 他沒有看了他投市場拍金 那麼是不是合白眼 他都是合白眼 為何呢 因為 因為 大陸有很有趣 大陸有一家公司叫行刀 在香港的 它是有座標的 可以搞合拍的 而因為它是在香港長城鳳凰 長鳳新三間阻礙公司 剩下的它是可以沒有大陸內容 沒有大陸演員 而當作是合拍片 所以你會看到無端的合拍片是民多的 因為它又不是大陸白 它又沒有大陸演員 它又沒有大陸題材 那你怎樣變成合拍片呢 你找了一間 其實只是給錢它花的 叫民多 又不用它出錢 當你不買出品 你扔印吧 這樣做合拍片 一百分之一百的電影來的 所以大家不要再搞錯了 如果是 就是不如我 這個呢 我自己會這樣看 這個合夥人呢 我其實也有一些意見部分的 意見 覺得它是比較好 我自己個人不是那麼喜歡的 但是我認識它 我跟它聽過 它真的是這樣看的 它說國內大陸的人是這樣看的 我告訴你 那部電影裡面 最多這些人成功了又回到紐約 然後再捐錢 甚麼 我說你為甚麼還做這種暴發烤的東西 他說 不是我 是他們是暴發烤的 我想告訴你 它是這樣 然後他被人罵了 新華敵又不是了 新華敵是說一個很厲害的 這個題材 這個小孩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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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撞掉了 被人被人被綁掉了 這些大陸的一排政策 被人被人被綁掉了 一虎一武很慘 沒有了小朋友 幾年後找回小朋友 是認了那個在山裡的農夫 是趙薇做的 那個人都沒有了 小朋友說 媽媽你幹嘛來抓我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在大陸很敏感 因為大陸很多 他覺得這有衝擊給他 等於當年的田脈脈 某些田脈是 新移民在香港那種戀愛的狀況 那個位置故事是這樣 非常感人 大家覺得很好看 那時候他引起了他 投名作給的他是為了市場而做 其實這兩部已經不是為市場而做 那時候他引起了他 他是想嘗試 我看我們香港人懂不懂演員 你們在地 幸好是貼地戲的題材 用我的手法 絕對 他拍出來的效果是 他們不懂拍棋 那節奏不是他們的節奏 那又是那些人 大陸很快 英明很差 大票房那個 英明差 香港英明差 他這個親愛的在國內表情 都是非常殘忍的 中國合夥人是一半一半的 那這個沒有問題 觀眾 但對我來說 我是樂意見的 為甚麼呢 我是因為你的 我香港導演 拍一個國內題材 純國內題材 而國內觀眾是接受你的 不容易的 你叫馮小光 最麻煩的 中國合夥導演 你叫他拍歲月神偷 他拍歲月神偷 夜神怎麼看完之後 哇 你真是摸到我們 唱interlude的感覺 你想想 不容易的 那個文化上 那個闊 那個角度 不是取悅的 取悅做不到的 你同時來拍部戲 取悅我們 大家看看題材 張惠謀都死了 那時拍的時作片 還要很有型 她的有型是笑死我的 即徐靜蕾 她拍的那些 都拉拉的 她時裝我 嚇嚇我 傻了 這些時裝 好像我們現在 十二階都沒有了 你明白嗎 我都不懂拍的 用子彈飛 對不起 是一個好作品 我都不懂拍的 我看完我和陳可新 我都不懂拍這些戲 她都不懂拍我們的戲 她的文化 她的對白 我哪會寫 這些細文都寫不出來 那是她的獨特文化 但是陳可新 連續兩位成功地 用人家貼地氣的題材 去deliver 講故事的方法 而公演她們接受 這個不容易的 這個難度真的等於我們 就踩去日本 拿著黑澤民的 七合四義拍 然後放出來 日本人說好 不是玩的 功力好心的 才能做到的 這個是香港電影人的特色 就是 對比起 是我們 其實是可悲的 我們沒有辦法 不是這樣 我們要求生存 那大陸的導演 能否去看一些東西 在香港觀眾會接受呢 很難的 為甚麼 他都免費 西青神是想你接不接受 我們不行 香港電影人 香港電影人 就逢小光拍劇 美國人都喜歡 他不懂那些東西 他是不懂的 但是我們香港人 總之可以拍到 阿安不要說 因為他紐約住了那麼久 他根本整個文化 他可以拍攝 Sensitivity 那他怎麽不可以拍Catching Tiger 他當然能觸到他們的節奏 是吧 他們是捉不到的 小光 他們都是捉不到的 香港人是捉到的 陳可生都拍過 Spielberg 監製的Love Letter 西電的 他們是捉不到的 這個文化 那個文化 我們跟英國好美好 我們的文化 是相容的 我們很容易接軌 國內是很難接軌的 因為他們的exposure 還是很小的 你知道嗎 有多久 他們的創作開放了有多久 現在還沒開放 對不起 如果你問我 是吧 那 批多了 不過都給大家明白 香港電影人 其實 他知道自己做什麽的 有部分選擇 其實不是大陸化 是他們的 根本就是拍大陸片 就是拍大陸接受的片 他們不是很顯靈的 不如給時間 同學問問題 是啊 他們問問題 都經常問問問題 很輕鬆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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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你呢 可不可以的 可不可以的 我以前上來講話 講大話 我都不相信 現在我相信 我在台灣 OK 大陸我還沒回到大陸講話 我在台灣 台灣婦人 傳理是 我其實有一個習慣 但我今天沒有做的 我本來想 你們才舉手 講話 即是說 究竟大家對 香港電影大陸化 這幾個詞 你的理解是什麽 香港學生不用怕 我在那時候叫什麼 太嚴重了 那些直聞是怎樣 那些舉手 那些舉手 婦人我去 台湾我去 多麼厲害 那些就是反應 那些就是反應 你們在那裏 你們在那裏 為什麽 問到我不懂得回答的 最好 你挑戰我 今年很特別 即是 進來大學 變成17歲的人之後 真的沒有不同的成果 不知為何 差不多一年 是有一個分別 不是 我想 我有一天 我不知道 但其實很勇 其實他們很勇 不 因為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 其實我最初 有跟司徒介紹 談的 他本來給我 六個題目 六個範圍 是深入不得了 因為 因為 所以香港電影大陸化 或者香港電影未來的前途 是不容易思考的題目 我不知道在座 可能 因為 是major 這裏的 有幾多人 甚至是電影 還未選擇 對 一年八月 是Freshman 還未知 死了 究竟你對香港電影 對這件事 對文學的觀點 或者未形成觀點 是有什麼看法呢 可能最容易 大家去想的角度就是 我們香港 你在香港長大 你現在才是一年級 你明天出來之後 如果你要在創作行業做些事 而那個趨勢 居然是大陸化 我們 你作為一個可能 potentially 是有機會在創作行業的人 你會不會 明天自己的成長 或者表現行間 收窄了呢 甚至沒有呢 這可能是你們現在的顧慮 但我經常跟 所有的創作香港的 年輕人都說 不用擔心的 創作空間會永遠有的 你們現在的創作條件 比我們四十年前 是優口很多回的 我們那時候 怎麼可能 把一段東西出來呢 哪有指派菲林 現在你把這個東西 就噴了 回家 放入Software Photoshop Download的Software 又可以剪作專業的人 我們沒有的 所以不要多說 你們不要坐在空間 很多 喜歡人多一陣 any 剛才有很多反應的同學 不如 你表情做得最多的 但是 試一下 不可以 不可以 繼續走 你那邊 我想問 其實電影來說 其實都是文學創作 但作為一個創作人 我想對文學創作 其實有很多延遲 但是 對創作人來說 電影可能也有很多堅持 但是當面對一個龐大市場 這麼多局限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要妥協 妥協到一個怎樣的地步呢 或者用這些標準 或者用這些標準去行量 自己妥協到那些程度 非常好 你問 不過你有一個假名題 我想從那裡開始 你說 從事文學創作部份 那你電影 都一樣 所以 面對這個市場 有這麼多規環 什麼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妥協 然後 然後 在妥協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怎樣 assess 去行量 去不去到哪裏為止 我這裡 categorically 和大家說 是不用妥協的 創作是不能妥協的 為什麼 那不是叫做創作 那不是叫做創作 我經常跟他們說 如果你真的同意 那樣東西 都可以這樣改 你自己去adjust 是因為創作上 這個空間 你很舒服 是不是 你就去 如果不是 那不是叫做創作 對不對 所以 我經常都說 那你總有一些東西 是 你覺得很有創作的興奮感 而是不需要託譯的 會有的 你做那些東西 尤其是你們 千萬不要用這個來開始 大膽創作 OK 尤其是文化創作 他只是筆寫的 寫完之後 發表 你進去大陸 你進去大陸 張小霞的書很厲害 那他那些 那些就行了 那些歲月 他沒有那些題材 陳貴忠 那麼厲害 那些人 那些作品叫做成世代 就不行 那張小霞說 我 我仍然要這樣 第二部叫做拿命 講西藏 直接死了 那些人 OUP都不扣出 但是陳貴忠 他不肯放棄這件事 我也願意大家不要放棄 因為 有些題材 他沒有限制你 你不需要妥協的題材 而 而你又覺得 那個創作空間 你就捨了 到你有創作空間 你覺得很有創作的欲望 那個題材 是要你妥協到 影響到你的創作 那個根源的話 我願意你不要一同 因為你會生氣自己 你會一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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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創作來的 不是我的東西來的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你不是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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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說創作 你不是說我找食 那我找食不是代言 莊叔喜歡代言 No 找我另一個題材 我不是這裏的學生 我也是奢侈奢 我也是幾年獎的了 我也是幾年獎的了 你剛才提的那些電影 我幾乎都看了很大部分 我經常看電影的 我有些同輩 依然是對於廣產電影 這個名字 是有點貶義的 因為我們以前 一直看電影 以前是 《七日先》 那些水準 是有不同的家的水準 但我有些同輩 依然都覺得 港產電影 就是廣產電影 廣產電影 以前的水準 其實我覺得現在 港產電影 是不同以前的 即是 你所說的 我也很想 我想問 陳先生 你有什麼辦法 可以改變 仍然是這批少數的人 對港產電影 比較抗拒 例如我跟我的朋友說 不看這部電影 很感動 他們沒有什麼感覺 依然是比較抗拒 依然說 我喜歡看《海神》 喜歡看什麼 sorry 《海神》 謝謝 香港電影 不能反駁一個 point 港產電影 香港觀眾本身 對港產電影的支持 跌得很厲害 是走了很多觀眾 這個是 沒有任何藉口 除了我們水平 除了我們自己本身 創作人的創意 追不上 我聽過很多這些話 很多這句說話 即是說 喂 陳先生 或者你們那時候的作品 有很多 當然我拍不上 他們什麼 我很心動 我不想聽到 其實他讚我 但我一點快樂感都沒有 你們說得很對 港產電影是差了 沒有爭 每年金像獎 我就罵人 爲什麽呢 上台那些 90%多年跟著我的 我還是你 陳先生過來 你幾歲 今年 五十一二 你跟著我 那時二十歲 還是你上台 我當年隨刻 我和我們上台 二十幾三十歲 大哥 第一屆金像獎 為什麽現在這二十幾三十歲 導演仔 導演沒有做 沒有導演 為什麽觀眾說 No 我們香港的港產電影 因為我們不爭氣 沒有得賴 你有些朋友 喜歡看歐洲藝術片 多些 或者韓國的影片 在某個時期韓國的影片 現在又變回了 為什麽 為什麽 人家拍得好過我們 哥哥 沒有得說 這個是事實來的 因爲我自己都見到 我想見到 我經常罵那些 你們現在有機會 當年我給你們機會 你們拍第一部電影 你們二十幾歲 我三十幾歲 現在你這麽大導演 你這麽有力 你這麽不會給 一些二三十歲的小朋友拍起 鼓勵他們 其實我是罵的 他們是這麽罵的 我也知道原因 理想主義 離開了我們很多 我們八十年代 做電影那些人 是很有理想主義的 香港現在整個環境來講 創意公園 理想主義的 原素是低了很多 穩食主義抬頭 現在的導演和你聊天 現在的導演和你聊天 又被我罵 當然是 你知道我罵人 在那裡跟我說 神老師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為什麼市場不瘦 我直接想一把打過去 如果你三十幾歲 我便掃給你出去 你剛才說 人家的市場瘦不瘦 我跟你提示 是嗎 是嗎 你應該想有沒有感動 怎麼有沒有創作 興奮 有沒有團火在那裡 你想市場 關你什麼事 市場是我們想的 我們這些市街都想的 不是你們創作人想的 但是現在很多創作人 經常講這些話 整個社會 在這二十年來 什麼都不是的 由大小孩到學習 全部都是用市場主義 你們要想事情 是不是 是不是 還沒讀好那個書 寫好一篇文 在想這篇文 你進去寫書 價錢 那是個問題 我們八十年代 做了大的人 充滿你上主義 是惡灰的 但是我告訴你 你要做一個好的創作人 你需要有這些火 你不要一旦動就想 妥協 你不要一旦動就想市場 你做好的創作 好你自己的創文 先寫好你的篇文 港產片確實是 創意上衰竭了很多 我們確實是很難 但我看不到 現在很多編劇 還是羅啟磊 好是好編劇 我說你三個年前 已經和我一起創作 現在 為何你二三十歲 為何呢 我們要賺錢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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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 電視劇 的質素真的差得不得了 跟三十年前比較 現在大家都要從八上海灘 不要玩 為何人家聰明 大佬 你聽美國的劇集 多厲害 多厲害 為何我們都這麼入 因為大家要賺錢 說完 沒有競爭 你給香港電視出來 扮你 沒有 為何 所以 大家 我不知道 很多同學系 讀什麼 為主 你選擇 是不是 不是 OK 我不知道你讀什麼 總之你選哪一科 都是 你自己讀科 你要喜歡才行 你告訴我 你自己讀科 你都不喜歡 你會做得好 你殺我 你要做好一件事 你要做好一件事 有一個前提 你喜歡那件事 才行 你 take some 不見分 是 很好的 你連喜歡那件事 做不好 不喜歡那件事 你會做得好 你騙我嗎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覺 如果自己喜歡那件事 做得特別 你會做得好一點 你現在告訴我 我不喜歡這件事 不過是 你會做得好 你走開 你不喜歡 你為什麼要做得好 這麼有力 今天很失教 私家機機 我不要 我不壓力 我不要 我失望 你自己要選擇 你作為一個 創作人 你作為一個 現在更加是 喜歡 你以為何要來 你喜歡他 你喜歡他 去做好你自己愛的 是不是 給心 金基 去讀好你喜歡 那位科 都是要填滿 那樣的學分才大學畢業 到現在 你自己喜歡的科 來讀 因為跟你第二天 出來 打算找錢 容易一點 是沒有關係的 除非你讀醫 你讀掃士也好 你讀 major 也好 你讀 major 也好 除了你教書 才有什麼關係 跟你賺錢 除了你 我讀 business management 有關係嗎 我不知道 有多少這些人 我都不管他讀 我現在不去尋找人 但我講一次三十年前 有尋找一個master degree 我是什麼 叫什麼 我不要說這些廢話 別離地 所以我回答了這句話 港產面 Deserve to be where we are I'm sorry I think they are even sorry 这个是社会现象 不怪任何人 因为年轻人不肯入我们这一行 这是一个vicious cycle 因为我们这一行又不再好了 当时你做了什么 你觉得很骄傲 现在你的心里不是很骄傲 等于做记者一样 正在来的 当时你觉得很骄傲 现在你好像少了一点点头 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那么厉害的职业 一样的 我们电影创作行业是我们自己 没有人可以乖傲 只是乖傲自己而已 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话 没有年轻人因为你们没有陪伴 不是为他骄傲 其实我是知道的 他收拖子一拖子一拖子 我会来一会儿 那里很稳定就走了 没有 这是一个悲哀 但你问我有什么办法 我没有办法 我只会不断鼓励 我都做了很多专业培训论 真的是很厉害 我陪伴上琴头啊 głos 我是九百個小時的照片 十個月的科學 我九百個小時的 我睡眠專業的人 燈光 技術人員 常常不能這樣訓練 希望他們入行 因為我知道一個紅葉母 沒有年輕人進入 是沒有的 我們沒有前途 因為我們這些老鬼 其實過了四五十歲之後 除非很特別 你要摸到年輕人 年輕社會脈搏的那種東西 你是低了 你的敏感度沒有那麼強 當然 你all time classic 你那些題材沒有時代脈搏 不牽涉時代脈搏 你原來拍得好 黑十零刀也拍得好 八十七八十歲 但是沒有一個新人進來的行業 那行業開始萎縮 這個創意的人是要互動的 我們是面對這個問題 我剛才問同學 有多少人會準備看HKTV HKTV會看的 不是自己熟悉都可以的 你有沒有想著會看的 其實大家都有這個期待 我剛才問大家 如果我們努力去籌辦 我們可以學做導演 編劇和製片 會不會有人讀 不是major 不是major 即是說如果比較文學 是我們在想著 在想著 如果我做30至36個 credits出來 你可以再回答一些 independent research independent studies 等等 回答一些 internship 其實你可以讀到一些 足夠可以摸著石頭入行 因為很多東西可以入行才學 其實跟一些老學主談過 其實不需要 很多technical的東西 你其實不用太緊張 你是真的要想創作 你真的有故事想說 你覺得現在香港很精彩 很多東西可以讓人知道 如果是這樣讀法 即是有五至六科 這樣讀法 然後再回答一兩科的 協助和製片 你也要做做製片 才可以寫劇本架一下 有沒有人會讀 有沒有人會覺得 我會用的 我會試一下 我第二次都是四年 我會試一下讀這些科 有沒有人會用的 夠膽讀這些科 有沒有 一隻手 有沒有 還有沒有人夠膽讀這些科 嘩 好害怕 那你有沒有人 自己拍過一些東西 放上youtube的 有沒有人自己玩過 在中學時也有 有沒有玩過拍過一些東西 搞笑的惡搞也有 有沒有做二手創作的人 試過做惡搞二手創作 整個圖也有玩過的人 不敢認 可能有不認 有沒有其他人 有幫忙搞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等到網上 最近呢 最近有嗎 有嗎 有 是不是可以說一下 其實 其實 為什麼大家 有做過人說吧 不如 其實 為什麼不會想像自己做到導演 又或者為什麼會想像自己做到編劇 為什麼呢 但是其實你都會做這些東西 不如你試試說一下 一分鐘就要來做 好 好 我為什麼要來做 你喜歡說什麼 其實我剛才拋過那堆東西 你有什麼反應 因為你有 有什麼反應 我覺得如果做二手創作 我們那時是一班中學的同學 自己弄了一拍無間道的出戲 然後在校內拍一齣 沒有間道的 然後呢 那一個是 你覺得我們想留下一些編劇 所以他做一個 所謂的編劇出來 然後我為什麼不去做導演 其實我自己很願意看戲 但是為什麼不做 我真的覺得 你也有這樣的創意 你也有這樣的創意 沒有這樣的 沒有這樣的意想 你也有這樣的創意 還有 其實我都不覺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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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很高 我和你很高 是的 覺得自己不夠創意 覺得自己不夠創意 但是是否真的不夠呢 你可以幫你想一下 你幫你看一看你自己的東西 除黑 除黑 大家知道 除黑被讀電影之前是讀醫的 所以不用答 羅大佑的歌大家聽得不錯 根本是醫生來的 真是個小學家 他其實都是個science 很多 其實不一定你背後是什麼 那麼 周末如大律師 是的 他讀科的 是一樣的 那就一向可以做創作 其實我們時間就夠了 如果同學你繼續 不夠膽 不夠膽考慮這些問題 其實可以發出問題給網友 我還有機會 我會發出這些 因為他還會回來 會和我們還有 以後都還有一些活動 是有兩年時間 我們下個禮拜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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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want to mention I'm the Associate Dean for Outreach in the Arts Faculty and we are delighted to have John Schum here as our... John, we've got to stop eating like this I know, we have to I'm probably good going But there's more of him He will be around many, many more times So please take advantage of this And go to your next class Thank you